歡迎來到《妄想世界》 今天講一下最近的股市反彈 中國最近推行了中國版的QE 簡單來說又再印錢 美國從2008年開始 金融海嘯到現在 去到2024年足足由6千億變成6萬億 這幾誇張的錢是十倍的 變成所有資產價格都上升 其實是很大代價的 QE其實是有後遺症的 你不要看它好像沒有東西一樣 有什麼後遺症呢? 接著我再說 聽到最後 住房不炒已經結束了 現在結束了 很多時候其實你看看香港 當時怎麼走呢? 其實差不多了 你會感受到差不多的東西出現 就像當時八萬五 說得很厲害的 又說會有很多供應等等 但是到最後就沒有了這件事 就是當你的計劃是會變的 有很多時候計劃是會變的 所以我暫時會以靈活為主 雖然我又再買多一層了 那我就快要收樓了 那我就會看這個情況 為什麼很多人就 就想不到那件事呢? 就是有很多時候 因為我經歷了很多次 我現在分享的這些都是真實經歷的 就像當年為什麼沒有人買的 就是的士牌 那時候便宜到一件事 就是你簽名就能買到的了 就是你簽名就有了 我認識一個人也是這樣 當時簽名就有了 但是他怎麼都不買 為什麼他考慮很多東西就是 自己不會開了 就是要自己考好牌才買的士牌 那這樣就錯過了這個機會 就是你可以直接 你要多少部有多少部 你簽名就行了 那到現在 雖然現在牌價跌了一半 但是其實當時 以免不需要任何優惠買到 就已經發了很多很多次了 已經很誇張了 那所以很多時候 就是當你的氣氛差的時候 反而是你最好投資機會 但是很多人都會覺得 喂 不行的 不行的 通常就是這樣 那不行不行之下 又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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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奇怪 所以很多時候 就是獨立思考很重要 就是你有能力做 你就做了 就是我到現在都是這樣想 就是有能力做你就做了 不要想著 喂 這些東西是降金水泥而已 不值錢 你真的錯了 這東西是絕對值錢的 就是房地產絕對是有價值的 但問題是值多少錢而已 好了 那接著 中國全力救流資金錢 那有幾方面去救的 它是你那個第一套 就是第二套 第三套 其實它也是降了首期的 那你降到一成幾兩成 就是你降低了的話 那其實就就是說 將那個住房不炒的倒轉 就是你可以再買多一間都可以 鼓勵你再買多一間 那其實是不是正正好像一鞋政策那樣 就是之前呢 就只可以生一個 到現在呢 放鬆了 那但是你又會看 是不是真的這麼多人生呢 那當然啦 不會說個個都生的 就通常有能力的那些會再生多一點 因為它放鬆了這件事嘛 那沒有能力的那些 就是繼續不生啊 或者有些人呢 想著 就是不分不育 這個趨勢 那兩者之間呢 當然是有衝突 就不代表放鬆了那些政策就會做那些人 那所以這件事呢 但是我們有看到一件事就是 它全力去做這件事 就是所謂住房不炒已經沒有了 那另外一件事就是說 它就直接倒轉 用國家的錢去買入這些 就是空置了的住宅 想著就拿來做這個 就是這個 就好像香港的廉租屋那樣 那就是提供一個廉價的住屋 因為其實很聰明啊 我不需要蓋的啊 你也蓋了是不是 那我可以高價賣地給地產商 接著又低價就直接買你的成品 那這也是一個不錯的想法 那 但是就變成了很多利益衝突的了 就是你直接贊助那些房地產商 那這件事又如何去解決呢 不知道啦 但是現在做這件事就是說 我將你剩餘的這個產能 全部就收歸各有 那其實就跟當年日本一樣 就是你一直吸收所有的 就是多了的產能 但是就政府包底 但是不是沒有後果的 其實這件事是有後果的 就是使得通脹是加劇的 所以你發覺那些租金為什麼沒什麼跌的呢 雖然樓價跌了 但是租金其實很硬 第一啦 就是我還沒收樓已經有人叫我出租啦 首先第一 但是我這次買了就不會放租的 不會放租的 我自用的 就是我買多一間來自用的 那為什麼有什麼原因呢 那就是我不在這裡說了 這是一個很私人的東西 好啦 那接著呢 就那個這個政策 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很大的息率下降空間 因為他們那邊的案子息率 始終都是高過我們香港 那會再有機會再下調 接著也發行國債 去用這筆錢去救樓市 那就是說 有多方面有資金啦 他又放寬了那個限制啦 那當然可以還是不行我們不知道啦 但是現在已經是進了直路了 就是去到呢 中美角力 我之前一直都有分享啦 Patreon那裡就是 就是中美角力已經到了最後階段 會分出勝負 會有一個很明顯的一個 一個 就是一個結果出來啦 就是很快我們大家看到的 那當然可以還是不行呢 我們不知道啦 我也都不去揣測這件事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首先不代表每個人都應該賣樓 我也有說過 自住樓就不同了 你自住樓 譬如好像最近有一個親戚 我老婆的表妹都想著再置業的 因為他一直都是在租的 但是其實你租... 首先住屋需求 他現在兩個子女都不夠 都不夠住了 第二就是其實兩年已經用了差不多四十幾萬 其實長期租都不是辦法來的 那些錢是一直花掉的 也有一個租金是永遠不會回來的 但是你買了自住樓 我租金... 就是我供了我的錢 最少一半都是自己的 那麼供樓會供完 但是... 租樓是不會租完的 其實這是一個很基本很基本的概念 我到現在都是奉行的 如果市場一直倒閉 我一直會繼續買的 但是我要物色一些更加好的盤 就是一直看吧 有機會就看吧 但是最近真的很忙 你看到我真的... 外面都出少了 因為實際上我現在的收入是高了很多 所以你要配合的 你不可以經常這樣說 我只顧著用槓桿 不停地槓桿 那現在接下來 很多人說的就是 很多以前行得通的東西 已經不行了 你看到很多 尤其是商業物業 我也很小心商業物業 所以那時候 就說商業物業有很多 就... 就是開始要劈貨 其實最主要是商業物業跌得很急 美國那邊也一樣 尤其是寫字樓那些也是 這就影響最大的 如果你不是自用的話 其實真的不要買了 我自己本身也是只買自用的東西 盡快就買斷了自己自用的東西 其他我就不會去買的 只會買一些自用的東西 其他呢 多了出來的東西 我都不會買的 這個就是... 即是我是一個實用主義的人 所以我這裡分享的那些 全部是很實用的 而且真的... 真的貼近市場發生了什麼事 那... 你投資者和一般人的想法是真的不同的 所以很多時候呢 你不應該有... 即是跟別人一樣的想法呢 就剛剛正正就相反 那... 所以... 保持流動性啦 首先我們現在會做的 首先保持流動性啦 增加現金流啦 所以... 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現金流是很重要的 原文講 實用 魔術 W 二 二